玩手拉球下网有两个有可能是因为板型过低 所以摩擦球直接摩擦球的上步了 所以就下网了 拉的时候稍微板型立一点45度左右就可以 然后让开位置的距离再伸起来 有离球台一个半拍子左右就可以 拉球的时候体会从重心交换 左脚转到右脚往上提的感觉 这样呢把用力因为根据对方旋转 如果很转的话那我往上就多一点 但是判断球不是很转就可以加一点往前 这样稳定性就可以提高 刚开始练的时候可以稍微往上的 方向多一点这样稳定性强 随着手轧提高再加往前 这样也有威胁 这样会好一点 业蚁选手练习的时候 还是尽量以锅球为主 锅球练习的时候 好自己在这找到感觉 如果练单球的话 对方打过来的球不稳定 所以也不好控制 所以上来多用多球 硬点训练 找到感觉 先从往上 往上的感觉 再有往前 把弧线找到 争取先有一个抛弧线 越高越好 稳定性越好的时候 再加往前 就好一点 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下选球吗 就是下选球 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性质 它在飞行的时候 会是一个 大概什么样的轨迹 飞行轨迹的话 一般情况下 旋转 应该越转的话 它接触球以后 有往回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是颠一下 往前的冲的力量 没有那么大了 而是原地 这已经很难了 如果再转 它才能往回跑 摩擦球 这个下选球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判断差的时候 一定要相对慢一点 因为它旋转比较足 是这种感觉 现在说这个下选球 比较占主导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最近我觉得 好像不应该了 因为球变大了以后 旋转相对来讲慢了 而且要求运动员 已经开始加强力量 和板数的训练了 因为球一大 稍微大这一点 也相对来讲 速度就慢好多 所以基本上上选球 我觉得要多一点 比下选球要多 要多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